有一直收看我影片的网友们都知道我的YouTube第一支影片 就是教大家怎样更新你们的马来西亚护照 现在我老婆的护照也即将要到期 所以我最近也在忙着帮她做这个更新程序 我就特地拍了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现在最新马来西亚要更新护照的程序 那我们是以网上更新护照的方式去处理啦 如果你最近也有打算要更新你的马来西亚护照的话 可以继续收看我的这支影片 哈喽大家好我是雷欧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看我雷欧频道的影片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生活知识和教材影片 让你人在新加坡也能处理一些马来西亚的事情 关于这个马来西亚更新护照的一些资讯的呢 我最近有看到有网民分享 你可以直接握运去JB的那个UTC做更新的程序 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一天只接收400个号码 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那边 但是你拿的号码是超过400号的话 那他就不会帮你当天处理你的护照 所以我们就打算在网上做这个更新 等到时收到邮件之后再去网上预约 才去更新我老婆的护照 那事不宜迟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 然后才可以更新你的马来西亚的护照 首先最主要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APP去 帮你拍和规格的护照的照片 所以呢现在我就介绍我用的这个APP来做这个 护照拍照的程序 接下来呢我也会展示给大家看我在网上怎样去做这个更新的步骤 那知道我的人都会发现我 做这个展示的话都会一步一步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只需要看着我的这个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成功的更新你马来西亚的护照啦 我们就现在去看我准备给大家的一些更新护照的步骤吧 所以你需要下载这个 PASSPORT PHOTOMAKER的APP 下载好后就 按这个NEW PHOTO 过后你就 这里打 MALAYSIA 然后你选择这个VISA PASSPORT 选择600DPI OK 过后它会有一个PHOTOGRAPH的GUIDE给你 然后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到底需要怎么样子拍 最好是 拍照的时候 你的人站的地方不要有影子 OK如果准备好了 就开始 按CAMERA 然后它会出现这个 让你迁就你的 要拍的人物 他的头在哪里还有他的肩膀应该在哪里 你就按照他的这个 来 adjust你应该要放的位置 如果对准了之后 就直接按 拍 好了然后来到这里你就 start editing 过后你就adjust 过后就调他的brightness 也就是他的亮度 调到最高 之后 next OK当全部东西已经好了之后 你就save 最好是把它save成绝皮一句档 save OK这样子就 已经把照片save去我们的电话里面啦 过后就可以继续 在电脑里面把你的照片upload去移民局的那个website 那完成了你在APP里面派好的护照的照片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要在网上去更新你的护照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我电脑的屏幕去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电脑去更新你马来西亚的护照 更新护照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中 找到后直接点击就能来到这个页面 同一页面也会让你知道更新护照所需的照片尺寸 同时也会注明更新5年护照的费用 从13到59岁是马币200 而60岁以上是马币100 如果往下拉到最后阅读所有资料后 点击死读株继续更新护照的步骤 来到这个页面开始填写你现有护照的号码 填好后隔壁格子会按照你所填写 号码系统自动选择正确的选项 相同的在这里填上身份证号码后 系统会帮忙选择隔壁格子 如果你是在新加坡打工 这里最好选择在UTC Johor领取你的信护照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较方便你的地点领取 拉下来你会看到红色字眼 那是说明特定时间不能更新护照 因为系统在更新中 如果填好所有资料后就点击XRion 这页面是说明一些原因发生的话 也不接受任何退款申请 阅读没问题就再点击XRion 接下来的页面只是展示拍照的一些规格 有哪些能被接受 哪些不被接受 这点就要注意了 如果看完规格检查自己的照片没有问题后 就拉到最下面点击Sertuju 来到这里就是开始准备上传照片的步骤 点击What Night Gambar 第二步骤就是点击Choose File 然后选择刚才准备好的照片 记得照片要在50-300KB内 不能太大或太小 这也会导致不过 弄好后就点击What Night Gambar 这里就是让你检查照片 以及能调人物方大或方小 还有调照片的亮度 调整照片大小和亮度后 就点击Hunter 这页面让你知道你所拍好的照片 在修改后打印在护照上是什么样子的 一切都做好了 就在格子里面打勾 在这里一定要把所有格子页打勾 然后点击Turuskan 来到这里也是需要在格子内打勾 这个页面需要你确认个人资料 如需要修改的就修改 过后在三个格子上打勾 这里再确认你领取新护照的地点 还有护照费用 如果没问题了 就点击Turuskan Kavada Bayaran 进入付款的程序 这里显示 领取护照的地点和工作时间 这里是著名18岁以下 申请护照需要资料证明 以及上传证明 来到这个页面 点击Baya后 就是进入付款页面 这里选择你付款方式 可以网上过账或者用你的卡环 选好后点击Turuskan Bayaran 继续付款 下一个页面就是填写你银行卡资料 包括卡号 名字 到7月和年 还有三位数密码 到这里就是填写你的电子 邮箱地址 还有在格子打勾后 点击Pain 填写完6位数的OTP后 点击Submit 这样的页面代表你更新护照已经做好了 付款步骤也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把收据下载然后打印出来 最后这里是列出领取护照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领取护照地点 可以在收到可领取护照邮件时候 上网预约时间 领取护照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文件或者 资料 还有护照如果在9个月内 没有领取 将会被取消 并且无法拿回款项 好了申请更新护照步骤就是这样 当我们处理完我老婆的护照更新之后 因为我们是在星期天那一天去做更新 然后各天也就是星期一 我老婆就收到这样子的一个 Email 讲说他的指纹 还有他的照片不符合规格 所以我们打算安排 预约好了 直接下去JB的UTC更新他的护照 之后的一些程序我会再继续拍给大家看 现在就展示给大家怎么样 网上预约 去到UTC更新你的护照啦 来到预约网站主页面 先选择申请人类型 这里通常直接选 Malaysian 然后在出现的空位上填写 身份证号码和姓名 之后点击Next 来到这里是选择你在哪个州属领取你的新护照 我选择 JIM Johor 接下来是选择领取护照的分行 点选 UTC Johor Baru 再来就是去处理事项 比如指纹有问题或者是直接领取护照 然后就选择想要预约的时间 我们是选择了早上10到11点 接下来就是选择预约的日期 我们预约是在星期天 然后就是填写 收据上申请护照的号码和收据号码 填好后点击Next 这是申请号码例子供参考 这是收据号码的例子供参考 接下来是填写申请人的住家地址 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 填好后点击Next 这页面是列出所有条规 填完条规后拉到最下面格子打勾 然后点击Summit 回到主页面点击右上角的Search 然后再点击Search My Appointment 接下来填写身份证号码后点击Search 然后就会出现预约的号码和申请人的名字 过后点击Print 出现的这个预约信息 把它给打印出来到时候需要带去领取护照 最后把这些文件准备好 预约的文件 申请护照的收据 身份证还有旧护照 到时候需要一起带去领取你的新护照 今天是我们要出来做我老婆的护照的日子 然后我就拍我们中间 有遇到什么事情啊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刚才8点多已经进行到JB了 然后吃完一个早餐 现在我们就要去 UTC里面 等时间 因为我们逾越的时间是10点 我们现在就 进去try一下 如果我们找到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 拿号码排队 那这个对面这个建筑就是JB的UTC 其实这个UTC呢 就是在City Square 对面的Public Bank的后面而已 如果 不会走的话 你们在PM我啦 我再跟你们讲大概怎么样子走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mall里 那如果你们找到这个mall 你们可以在这边找东西吃啦 这里有它的food court 有baparotti 有pizza heart 有kfc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去这个 JB Immigration啦 它是在这个建筑的2楼 Let's go 我们现在就上去看一下 我们去问了 如果你是walk in的话呢 是排在 我这边前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一天只serve 200个号码 有一些我问到他的officer是 大概6点他们就来排队 就对了 所以最好就是 找来啦 因为200个号码很快就完了 ok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 我们的护照 因为我老婆是指纹还有照片不过 所以他 去拿号码 就是这个 地方 你拿了号码之后 等到你的号码 你就去counter 他会直接帮你拍照 所以你也不用讲说特地带 你的 预备好的passport照片来啦 然后就打指纹 打了指纹之后就可以去走走了 那个officer是说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回来 去到counter12跟13那边 拿你的护照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走一下 喝杯茶 过后就回来这边拿护照 其实是 很多人来 做护照的啦 刚才我还是说了 如果你walk in 他只能serve 200个号码 我们差不多9点多10点到 那个officer都讲没有号码可以拿了 所以 你walk in的话就是要找咯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online去做 你的 护照 然后在online book appointment 过后直接来 拿你的护照 就更快啦 就像我们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online appointment了之后 你还是要排队 那个Q也是很长一下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online你不会做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来 PM我 或者是去Warmhart的那个Facebook来PM 我也会把那个链接放在我的description那里 你们可以点进来 我的团队有在帮忙 处理online renew护照的 这一部分啦 你可以点击我下面的链接 填写表格 我们的人就会contact你 你也不用讲说自己来做 刚才我们遇到两个auntie 他是讲如果在这边给那些外面的人做的话 大概收费是60块 你可以来询问我们这边的团队 看他们给你的价钱 耶 我们已经拿到了护照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去新加坡啦 我们是9点半到这边 排队拿号码 然后 现在是11点 其实是蛮快啦对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也比较lucky 不知道 可能你们排的比较久 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拿护照的过程啦 如果你们最近才刚刚来做护照 跟拿护照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新加坡了 然后刚才我老婆也去试马来西亚的custom 直接用那个autogate是可以直接过的 如果你们已经刚拿到你的新护照 你们也直接去autogate就可以了 不用去那些manual counter排队 可是新加坡我们不敢try啦 所以我的老婆现在是在排着manual counter 我现在在等他下来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点赞 还有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记得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